根據加州房地產經紀人協會的最新數據 上個月加州房屋銷售下滑 灣區房價的同比漲幅居全州之首 在灣區 Selano縣5月份的房屋銷量 比去年同期下降了超過20% NAPA縣也下降了7.5% 但欠凡市的房屋銷量顯著上升 增幅超過20% 灣區的房價整體呈現兩位數增長 現有單湖住宅的價格中位數超過145萬元 比去年同期的130萬元上漲了近12% 業內專家指出 當抵押貸款利率從近期的高位回落 房價中位數可能會持續攀升 在夏天結束之前就會有所增長 在灣區 Selano縣的房價為列榜首 上個月的中位數達到240萬元 同比增長15.7% 相比之下 Selano縣的房價中位數最低為60萬5千元 遠低於該州的約90萬8千元 天安衛視記者編輯報導